你说的是白王焕吧 对 白爷那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吗 别人不敢叫 但我就是可以叫 我 俊爷俊爷 还有个事情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们家小姐 那可是白爷的女朋友是吧 好朋友 我可是她妹子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是白爷的妹子 绝对的好不明 你想想 这关系 这礼拜里都是自己人 你叫我通融一下吧 好吧 那既然是白爷的人 就啥也不说了 弟兄们 放开 让他们过去 走走走走 谢谢 谢谢 走走走 起来 这 我现在是啊 我是看明白了 蒋介石手底下那么多的人 想对共产党赶尽杀绝 没有用 共产党是越杀越多 你知道中国什么人最多 穷人最多 而共产党呢 是专门替穷人说话的 是为穷人谋福利的 所以共产党上台啊 穷人肯定是拥护他 你就说咱们山北吧 这个刘志丹 这一次 闹得比哪一次都大 这不又开来这么多 国民党的军队啊 三边到处都是 那也是瞎折腾 没有用 他们想像以前那样 把共产党赶尽杀绝 没门 要是之间在陕北就好了 把三边打下来 咱们一家就团聚了 六年了 你说这小子也想不起来 给家里写封信来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现在到处都在抓共产党 我还是怕给你添麻烦 前面就在三边了 看来防守挺严的 我们可要小心一点 没事 前面那几个中央军的卡子 咱们都过去了 这几个小毛贼 我一个人就把他们收拾了 几会儿我一起白眼 下一把他们吓死了 可我们不能大意 毕竟三边 还是有很多吴文贤的手下 等会儿 竟急行事吧 凡事小心 好 先给我站住 你们这是干什么的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走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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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谁啊 三边 隔老会龙头大野 白文化白眼 白眼 你不提他还好 就是他每天找我们吴大人的麻烦 害得兄弟们每天每个好日子过 兄弟们 来 给我好好搜搜 不是兄弟 你都说白眼常常找你的麻烦 要是你今天在这边为难我们 恐怕你以后日子也不会好过吧 倒不如就让我们过去 我们相安无事 我可管不了你那么多 再说了 白文化的儿子白指尖 那可是共产党 我看你们是不是也是共匪啊 来 把太太给我操操 走 你先走 我来掩护 这两天啊 我们一定要抓紧 对这个王高参的审问 好 重点是 要对他的家庭背景 与生活习惯 以及平时所接触到的社会关系 好 这些问题啊都要具体化 比如他平时抽不抽烟 喝不喝酒 这抽什么牌子的烟 这喝多高度数的酒 这些问题啊 都一定要了解得清楚 而且越详细越好 好 这对于我们今后 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 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也能让我面对敌人时 更加从容一些 好的 都交给我了 保证完成任务 白主任 白主任 中央的联络员 我们接到了 太好了 咱们这儿啊 天天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把他给盼来了 是啊 怎么样 他人在哪儿呢 他正在和首长开会呢 你还不知道吧 这是位女同志 他冲破敌人的封锁线 最后来到了这里 他老家是南洋的 来我们山北干革命工作 已经好多年了 党龄比我们还长 你说的这个人 他是不是姓沈啊 姓沈 姓叫 沈雪 对对对 怎么你认识他 当然认识了 太好了 小李啊 抓紧对这个王高三 进行审问 我先走了 好 来 正天 坐啊 沈亿啊 我可真没想到 你说 我们这整天 盼星星盼月亮 原来啊 中央派来的联络员 就是你啊 还说呢 当初的热血七年 现在竟然已经变成 是山北红军的高级将领了 真是不简单 来 喝茶 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 你在战火中 锻炼成长得那么迅速 我很为你高兴 沈亿啊 你其实一直都是 我学习的榜样 你看 你一个富家女 从南洋那么远的地方 跑到了我们这穷苦地方来 参加革命 你啊 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我说你什么时候 学会夸人了 上次我们是在西安分手的 对吧 没想到今天还可以 在这里见面 和你们白家 还真有缘啊 你怎么样 这些年 吃了不少苦吗 上次离开你们家之后 我先去了上海 之后呢 又去了江西苏区 一直在红军总部工作 但第五次返回角失败之后 便随着中央红军长征 这一路啊 走得苦啊 先是漫无目的地走 直到了遵义 毛泽东同志 回到领导岗位之后 方向才算明确了 这次长征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我们不断从敌人那里 打探你们的消息 也一直在为你们担心 这些年啊 面对强大的敌人 全国的革命形势陷入第一潮 但是 陕北红军 在刘子丹和谢子昌联合之后 根据帝反而倒是扩大了 这一下啊 他蒋介石慌了 派了重兵来镇压 光三边一带 就助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堵截 没有成功 派军来陕北 就是为了阻止中央红军 和陕北红军的会合 前几天啊 我们截获了一个 由西安派往三边的高参 我准备冒充他 打住到敌人内部 争取 能够做好分化工作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一早就走 刘志丹同志真有眼光 我听说你离开北平之后 在宝定组织了农民暴动 被抓住了又成功地逃脱 之后是去了吉鸿昌的部队 做兵运工作吧 你还去参加过周恩来同志 组织的特训班对吧 所以由你来做这个工作 太合适了 这个呀 是我自己提出来的 刘志丹同志啊 还不同意呢 对了 这次回三边 有机会别忘了去看你爹你娘啊 是啊 那次在北平 跟我爹分手之后 六年了 再也没见过他 真想的 你见了他们 替我诊的啊 我也很挂念他们 放心吧 有机会见到他们 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 好 长官 请问找谁 找你们蒋师长 请让走 别走 优兵 做啥 帮老太啊 早得到上湖的通知说你要来 我是天天叛人啊 路上顺利吗 这一路啊 实在是太难走了 你看 这路上啊 不仅有共匪的拦截 还有土匪 和那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 幸亏我这身边啊 跟了那么十几个弟兄 这一路上护卫着 才来到了三边啊 好好好 佳水长 好 这三边可真是个不谋之地啊 辛苦你了 好长 这三边啊 靠近内网 这几年又闹腮荒 穷得就揭不开锅了 难怪这贡君都搅不完的 这越穷的地方 这贡子呀越闹事 幸好我几年前来过这儿 对这里的情况熟悉 再说这个县的县长呢 鉴定的反共 把县里的粮食拿出来 才维持了部队的生活啊 这 蒋师长 也是黄埔毕业的 是啊 黄埔三期的 我听司令说了 说蒋师长 可是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啊 蒋师长也姓蒋 和蒋委员长是亲戚关心 谈不上什么得意门生 只是我在黄埔军下考核 也成绩优秀 得到了委员长的表扬罢了 更不是什么亲戚 倒是因为姓蒋 占了委员长的不少光罢了 我一直在想啊 这个几百年才出了委员长 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 咱们姓蒋的李当 多担当下责任才是啊 是啊 来之前啊我就听说了 司令部的人都说 蒋师长不仅带兵打仗是个高手 说这经商也是把好手啊 谷语说得好啊 你怕嫁错狼 男怕入错行 这话一点不假 当初本来我是想考广东大学商课的 冲着跟委员长同性啊 我是鬼使神差考上了黄埔军校 这个人这一辈子啊 自己其实根本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你看我 怎么能想到我能当个军人呢 可是现在东乱年代啊 军人是最好的职业 是啊 江市长 小弟初来乍到 还仰照您多多照顾 多多职业 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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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尚风直接派来的 我理应贵名相待啊 怎么样 王老师 外面情况怎么样 绝国的形势现在非常地混乱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之后 现在啊又要占领华北 使得全国的抗日呼声那是越来越高 还有 在江西 珠毛共匪是一路向西逃寸 现在已经到达了四川甘肃一带 一直无法剿灭 也使得江委员长十分地头疼啊 这都是各地军阀道的 光让让不出力 他妈的 几年前我到四川剿匪 差点把部队打光了 都是四川军阀给搞的 啊 我不抽烟 哼 好 那你这好烟我尝一口 来 啊 好 好 啊 你们是军统的 这军统是干什么的 我们军统主要是做 做伙食的是吧 吴县长 你说的那是饭头 得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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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军统是直接受 蒋委员长领导的特务机构 我们戴老板 那可是蒋委员长最器重的 戴老板是干啥的 戴老板是我的顶头上司 同时也是蒋委员长的眼睛 和耳朵 那这么说 你们就是戴老板的眼睛和耳朵 吴县长聪明啊 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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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县长 我这次来 是奉命在三边建立情报站的 我和你可是本家呀 看见了 我也姓 对 我不把年纪是一家吗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三边站的站长 请指教 吴县长 不瞒你说 我们在三边开展工作 遇到了一些困难 你是党国的县长 也是我党的忠诚同志 我希望你 监视赞变六十时的动向 这个蒋师长啊 前几年到我们三边来 搅过匪 当时他要听我一句劝 再坚持一下 这刘志丹的共匪早就搅光了 听说 他的部队在四川被共产党打光了 刚刚又收编了些杂牌军 你说这个人啊 他拿着打仗当生意做 不 吴县长 需要我们做什么 尽管说 当国有你这样的地方干部 踏实 吴县长 我认为 三团有问题 三团有问题 这位就是白之间同志 白同志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早就盼着你来了 来来来坐坐坐 坐 小马 你去放这点风 小泽 你去倒点水进来 好 怎么样 快把这边的情况 介绍一下 好 我呢先从三团的张团长说起吧 好 他的弟弟啊 过去就是个共产党员 后来退了党 张团长和他的弟弟感情一直很好 张团长啊通过他弟弟 对我党的情况有所了解 我在他手下做连长已经两年了 他这个人我很清楚 他很会用兵打仗 对士兵也很爱护 但是对于蒋介石 还有些愚忠啊 要把他争取过来 难度不小了 对 你分析得非常对 我今天啊 还在蒋师党办公室 见到了张团长 不过 我看这个张团长 倒是条血型汉子 所以呢 我们不妨先从张团长下手 来打开这个突破口 对了 这个蒋师长 情况怎么样 蒋师长可是个死硬的反共派啊 这主要是因为 他在战争当中得到很多好处 他不但升了官 而且还发了财呢 好 那这个人 我们先暂且放一放 等到最后 再解决他 对了 再了解一下 蒋师长这个人 有没有什么个人的偏好 或者说是弱点 要说弱点了 他比较贪 现在这个陕北 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 中央红军已经越过了四川跟甘肃的边界 马上就要进入到陕北 一旦与陕北红军会合 将会成为坚强的力量 不过 这个蒋介石 现在也在抓紧对陕北红军的围剿 刘纸探同志说了 让我们啊 一定要管固好陕北这块红色根据地 等待党中央跟中央红军的到来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我真想带领我的那个连起义啊 是啊 我们早就再办这一天了 白主任 听说你过去就做过兵运工作 那你快说说看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同志们先别着急 我们现在啊 也一定要做好 公民党军内的策反工作 这样 不仅可以削弱敌人的力量 同时 也是加强我党武装力量 最快捷的办法 不过 我们一定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 千万不能操之过急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发展在敌人内部的 我们的组织 这些个士兵啊 都是穷苦人出身 有着良好的革命愿望 但是 我们一定要看准了之后再发展 成熟一个 发展一个 还有 这个起义的时机 一定要把握好 咱们最好可以领营外合 你说得太对了 我们啊 不能单纯地做兵运工作 要把部队的兵运工作 跟地方党的工作 结合起来 可是三边这个地方 党的工作还很薄弱呀 主要就是因为哥老慧 在这儿的影响太大了 这儿的穷人 那可都是听哥老慧 那个龙头大爷的呀 这个龙头大爷 我倒是见过呀 他是条汉子 专门替咱们穷人出头 白主任 你也姓白呀 八百年前 你可能和白文焕是一家子呀 我看啊 你可以做一做 这个白文焕的争取工作 黄高三啊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托师做的福啊 这蒋师长的部队果然是指铁军啊 不愧是您亲手调教出来的 不愧是您亲手调教出来的 我正准备往司令部发封电 建议司令对师座进行嘉奖 报告赛 这就不必了 我蒋谋受的嘉奖已经不少了 再说作为军人不在乎什么嘉奖 如果黄高三能够建议给本部 增加一些枪支弹药 就算是最好的嘉奖了 这个自然我立刻就办 好 黄高三真是痛快人的 我就把你当做老弟了啊 黄老弟啊 能不能到我部下来当个参谋长 不敢 师座的手下都是久经考验的 小弟岂敢造次 不过师座 我最近倒是随便走动了一下 发现这三边倒是个富裕之地啊 怎么讲 师座 这不成敬意 黄老弟啊 你这是 这三边表面上是个荒芜之地 地里边庄稼什么的呀 长得都不怎么样 可是 这可验证了那句俗话呀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其实三边的地下 孕育了丰富的宝藏啊 什么宝藏 像没什么的 自然就不必我多说了 不过师座 还有金子 这年头啊 冰框马乱 战火连年 什么东西都不保险 只有这个 全世界都流通 黄老弟有什么想法 我发现了一座金矿 带了几个兄弟过去 抓起了矿主 这座金矿 逼出了这根金条 让他们继续挖呀 人不够我给你派兵啊 千万 师座 据我所知 这座金矿 已经被人掏了五六年了 没什么油水了 不过 据那位矿主所言 说在距离这座金矿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座更大的金矿 该找了这老子 一辈子不受穷啊 王老弟啊 我给你调个银 你去 师座啊 这件事 恐怕有点危险啊 什么危险啊 这一带都老子的地盘 谁敢阻拦啊 因为这块地方 离共匪的据点非常近 您看 我这刚到 对咱们军事的部署也不太清楚 这万一 这个好办 我马上任命宁为本市的特别高三 随时可以到前方去了解部署情况 有必要的话有权调动部队 太好了 师座 如果要是能用咱们自己的部队 那就万无一失了 行 王老弟啊 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我的部队你随时调用 我再给你一个团的配数 喂 呀 今天当年能带这么大一斤肉的 得够老百姓吃上大半年了吧 打不正吗 能喝酒吗 张团长 怎么这个时候喝酒啊 怎么 王高参的意思是 我这当团长呢 就不能大白天在团部喝酒是吧 那你可以告我去 或者你是用什么侨令 把严肃纪律都行 张团长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打住 咱废话少说 我那是一粗人 有话您就直说 没有呢就想回吧 要不然呢 你就坐下来 咱们痛苦乖乖地喝一场 否则 那王高参您就请便吧 来 再来 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一根铁棍五个叉 你说这千里之外的声音 他都能收得到 这太神奇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谁发明的 你问他 这谁发明的 是吴展长发明的吗 不是 那就是你们代老板发明的 对不对 那是外国人发明的 外国人发明的 好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 今天有什么收获呀 那个王高采啊 是个神秘的人物 他来到三边之后 非常火辉 你应该去调查调查他 我问他不就清楚了吗 我也想去啊 可是没办法 要是那个张团长看到我 他得跟我动整个的 哎吴先生 我发现啊 你有一双慧眼 我今时 我说的是你具备干这一行的潜质 是 是吗 吴县长 我想请你办个忙 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 为了当国的利益 亦不容辞 好 老师 专专专业 痛快劲 是个能做兄弟的人 我也就实话跟你说吧 我这心里啊 他不痛快 憋屈 你知道吗 能看得出来 团长心里边挺愁的 可是啊 这借酒消愁 愁更愁啊 张团长 是不是家里边有什么麻烦 咱身为军人报效沙场 家里的事那都是小事 我是在为这支部队的前途担忧啊 前途 你说这当兵的打仗 那是天经地义吧 可这老蒋 他就是对杂牌军 和自己的嫡系中央军 内外有别 就算你 苛扣军粮军饷 也就算了吧 干嘛还在我的队伍里边 安插特务来监视我 你说我这炮鬼当得我 心里憋不憋屈啊我 这个呀 是监委员长的一贯作风 也是 他统治国家的手段 那好 今儿咱们就痛痛快快喝一下 来 来 报告 团长 三边县无县长来看望您来了 您请 县当器 张团长 你瞅瞅你来的这个时间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我酒的兴头上你给跑来了 你是不来扫兴吗 张团长 你围剿红军 陕北一片安宁 真是老苦功高啊 我这儿有一摊陈年老酒 是前清的时候留下来的 可送来张团长品尝 这位是 王高三 我的朋友 吴县长 可真是一心为党国的好县长啊 咱们三边 能有吴县长这样的人 又何愁共匪不灭啊 来 吴县长 初次见面 咱们一块喝上他几杯 吴某不生酒力 听口音 王高三好像是咱们陕北人吧 我是西安人 不过 常年到处走动 口音嘛也就咋了 冒昧地问一句 王高三的父母还在西安吗 怎么 吴县长现在是在调查我吗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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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 我可是缴匪司令部派来的高三 你一个小小的三边信县长 还没有权利过问我的公务吧 吴县先生 这可是我的兄弟啊 王高三 为了吴某的冒事 明天我在红滨楼设宴 为王高三接风洗尘 还望二位一定光临 好 那我就告辞了 送客 见过 我肯定见过他 我说的 你不懂 你说怎么我就想不起来了呢 你说 见过 白志健 白文换的儿子 你确定 今天就能见飞桥了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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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兵力的部署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了 凭我的记忆力 应该不会错 你这过目不忘的功力 太让人佩服了 这个呀 还多亏了我那个严厉的爹 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啊 他让我背古诗词 一背就是好几大片啊 只要错一个字 他就在我的屁股上 巴巴就是两巴掌 时间久了 我就养成了这么个习惯 那你到现在没见你爹啊 好几年没见了 真想他们 那就回去看看吧 离家这么近 你还不回去 残酷了点啊 我也想啊 可是不敢见呢 怕这一见了啊 控制不了感情 耽误了正事 不说这个了 小林 你把这个图连夜送过去 有了这个图 这个赞编尸 对咱们就够不成什么威胁了 好 我现在就动身 另外 按照事先的计划 让直弹同志帮我扎好 先把一团干掉 然后再各个击破 至于这个张团长 我看他是条汉子 应该可以拉得过来 最好就是能够和平解放三边 实际 实际 我已经悄悄地对这块地方 进行了勘探 发现 这一袋的黄金储备量 非常的大 如果 能被咱们开采的话 那咱们别说这辈子了 就连下辈子了 可都一时无忧了 到时候 我们再去这大上海 买它几栋大楼下来 何老爹啊 果真如此 我贾某人不仅要买大楼 还要招兵买马 现在什么 军长司令邀武扬威得 凭什么整天的起火啊 等老子有了黄金万两了 那妈的 他得挺老子的 师座 您可真是雄才大略呀 完全可以逐鹿中原了嘛 看来 小弟也非得把这件事 给您办成了不可呀 好 不过师座 这眼下 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什么困难 因为这个地区 离贡匪的据点非常近 所以 我的勘探工作 也没法展开来进行 这位置嘛 也就不能定位 你知道 这开采金矿 最怕的就是定位不准 更何况 如果再走漏了消息 这什么四里八乡的人 都知道这儿有金矿 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这个好办 小姨团 把这一地区封锁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万无一失了 可是 这块地供匪的活动 十分地猖獗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黄老弟 我们是来剿匪的 从古至今 都是匪怕兵 哪有兵怕匪的 你就放心大胆去干吧 如果出了问题 还有我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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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你在洪宾楼 十分烦 好 这顿饭对你和我都很重要 好 你要是怕我摆的是鸿门宴 没这个胆儿 那你就回去吧 谁说我不敢去的 我去 吴先生可以散菜了吗 再待一会儿 你去吧 来 请庸长 请庸长 吴先生 您还请别的客人 还有一位重要的客人 再待一会儿 没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一天 你这请我吃饭也不到门口去迎迎接一接 白爷来了 来 请 真不够意思啊 请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白爷呢 格老贵的龙头老大 白文焕 这位是三团的张团长 白爷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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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王高三 白爷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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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 我今天是先把王高三特意介绍给你 你看着王高三像不像先知白之间呢 像 像 确实是像 刚才我一进门啊 还晃了我一下 我真把他当成指尖了 不知道王高三是何方人士 今年归更啊 今年二十四 西安人 请问 白爷的儿子现在何处 原来在北京上学 后来不知道下落了 听吴县长家说是被消防开除了 去了南方 到现在也不知道死活 刚刚替白爷提到了哥老会 说来也巧了 家父当年也是哥老会的会员 这么说是同门兄弟啊 那你父亲现在何处啊 早年加入的关中哥老会 参加了辛亥手艺和西安起义 后来啊 哥老会被解散了 他就在西安做些买卖 这越说就越近了 我包括吴县长 当年都参加过西安起义 没准跟你的父亲还都认识了 这么说我得敬白爷一杯啊